近日受范密兵委托提告的律师事务所在网上发声明表示 有关范密兵名誉全纠纷案 二番审判 结果出炉 改判赔偿2万元人民币 是一审结果的10倍 据悉在此前 范密兵的前男友李晨在名誉纠纷案一审中摆诉 有网友发表文章骂李晨是渣男 而被李晨本人上告 同时上告的还有一位转载者 一审判的结果出来后 宣判转载者无罪 据悉在去年7月份 范密兵工作室委托律师发表声明 证告相关网络用户 即刻删册涉嫌其反范密兵名誉全的言论 并将依法追究侮辱诽谤言论发布者 含转载者的法律责任 并赔偿范密兵精神损害抚慰金1万元 及经济损失2000元 在一审的判决基础上 将经济损失赔偿金由2000元改为2万元 整整提高了10倍 但仍有不少支持范密兵的网友表示 赔偿太少了不足以让这些人吸取教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